这么窄怎么过 这可以说 只是我每天的基本操作 其实开车遇到这样的窄路 尤其是在咱们这种小县城 这样的窄路经常见 最难的 其实不是咱们的这种窄路汇车 最难的是咱们这种 左面停辆 右面停辆 不规则的停车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窄路汇车 我们应该怎么听 首先如果是窄路汇车 那么我们就记住 窄路汇车 我们就眼看左右 近 我们就看高低 在演出的时候 引擎在盖住窄路底部的时候 我们就看流的这个空间 是否在我们的方向盘9点 和3点钟 对应过去的这两个点以外 是回正方向盘 我们就能过 难是难在 我们左面停了一辆 右面停了一辆 那么我们先过这辆 我们过来把方向盘顺正 来 再直直的把方向盘回正左右 看好高低 那么就是看我们的这个A柱夹角 是不是通过时 能否看到咱们旁边车轮以下的位置 也可以看我们的这个点 是否扫着车轮起步一直走 是 那么我们回正方向盘 就能安全通过 他是怕左面停了车 前面还停了车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 我们只要记住啊 左侧就是B柱过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B柱过了旁边的这个车辆以后 我们就可以打螺 因为我们要顺正车身 加大我们的车机 不然前面过不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往左打满 对不对 尽量过了中间和咱们的对角线 扫了以后 我们再往右打方向盘 对不对 右侧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的高低 来 左侧是不是 A柱夹角是不是都是扫着咱们的 这个叫什么 门把手下沿 那么我们顺正车身 我们就能安全的通过 左侧是不是有强 那么我们就左右的修咱们的这个方向吧 尽量让车先这样走 然后再这样缓缓的往这边走就行 是不是 顺正了我们的这个车身 就够了 而且要顶着我们的后视镜 你看 左侧是不是 左侧没有刮到 右侧咱们可以看一下 后视镜 右侧离的还是比较近 所以我们这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向盘 不要打齐了 顺正方向盘 那么前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当引擎盖住的时候 看一下 车轮是不是在我们的按前点以下 左侧的墙 是不是在我们的按前点以外 是 来 顺正我们的方向盘 来往前开 这样左侧安全 右侧不拐费 而且车头脚还咱们的事 不会说扫到咱们的这个车 是不是特别的安全 基本上我们每天出小区 都要遇到一次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航道转弯的这个地方 还停了一辆车 特别的烦躁 特别的尴尬 其实新的朋友 记住这计划 以后 然后再懂得一些开车技巧 你再来这样的窄路汇车时 已经发现 其实也不是很难